因為阿婆熱愛中國 喜歡傳播中國文化 又喜歡叫新的朋友 所以有時候要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但是有時候他們問的問題特別奇怪 我真的很難回答 誒 他們是不是都幾次進去上街啊 難道你上街還開飛機啊 上海北京都堵成什麼樣子了你知道嗎 他們打乒乓球為什麼這麼好 呵呵 也沒有那麼好 國際比賽老是拿金牌而已 那是不是每個孩子天天都打乒乓球 呵呵 難道我們德國的孩子天天都踢足球嗎 他們數學怎麼老是第一 哎 喜歡吃魚所以都聰明 他們那些建築都是那種四合院嗎 呵呵 你看到過六百多米高的四合院嗎 他們是不是早上六點上班 晚上八點下班 半夜還有不停下班的那種 嗯 吃苦奶佬是他們的本質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小目標 呃 比方說先掙他一個億 他們公司這麼就這麼一天嗎 好可憐哦 呵 股票賬戶打開給你看 他們房價是不是很高 聽說在他們那買一套 在我們這可以買三套 嗯 這個我也很心疼他們 那些賣羊肉穿的真的是他們同胞嗎 怎麼長得不一樣 呃 你和你兄弟姐妹也長得不一樣吧 阿福 你現在怎麼這麼胖 以前沒有看到你這樣 中國有八大菜席 每個城市有自己的特色菜 這麼好吃 能不胖嗎 另外 我胖怎麼啦 吃你家饅頭了嗎 和你家花卷了嗎 撥你家笑容蝦了嗎 用你家wifi了嗎 喝你家可樂了嗎 哼 他們是不是喜歡吃蛇肉 我還聽說他們吃井蛙 蟲子 哼 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我們德國人還吃馬肉香腸 還吃兔子呢 他們都是用筷子吃飯嗎 那喝湯怎麼辦 呃 他們也有勺子好不好 什麼 這就是他們的太極 確定不是在山峰嗎 你有見過山峰上的這麼酷 這麼有心的嗎 他們是不是都會用武術 就像成龍和李小龍一樣 哈哈哈 不要逼我 大家好 他們是來自小家人的 阿富 我生在一個小村子 在德國的地區 有在八年 只有10.000元 一戶主要 在那幾年 當我對家人說 我當時說 他們在學校職業 在那邊 bard幹的 小英文學習 他們很驚慌 他們很驚慌 中國是很驚慌 中國是很遠的 中國是很遠的 那當他們到第一次 中國是從來 中國來 他們沒有驚慌 他們從來 沒人家出道 從來 這麼一個不驚悲的 百年 這麼有人家 這麼有人家 有些人很相似的事情 那是有点问题 我们在电视台上和电视台上 我们常常有相似的背景 因为我爱中国和中国 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好 我们能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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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募更好 我们能够更好 我们能够更好 我们要看我们 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